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内政要来干涉 这一面男人的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的兴奋 现在违反政治平均反 那不就是太英文 那不就是太英文 当然啦 因为 马英九才是她的人 所以我刚才说 連共济台湾 马英九现在已经叫厚道府出来走算了 厚道府 这就代表本身 国民党对这次的算计完全没有信心 而且因为中国的经济 内政的问题处理得不好 所以现在只要請中国出来倒走算了 如果说这个资金 其实 我们的资金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人家说国家基本是要素 人民 土地 资金跟政府 哪一个跟中国有关系 如果要再说实在 我问李議員说 现在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你告诉我 好像是代表 对 但是你说的 是中华民国 因为中华民国包括中国代表 所以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 对 因为是三一 两七 两五万 你不加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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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最大的国家 但是很可笑 对 如果外国的签成本就好 那国家的代表是TWN 很不好意思 他就叫你写台湾 国家的代表就叫做台湾 他就叫你写ROC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 现在全世界的现状就是这样 大家先进台湾 但是对到中华民国 因为中国有的答案 所以未来我们的路在有目标 我当然也能穿西中改西中 我还不能整个西中担当 因为经常会做BDA 所以现在在这个中华民国 大家有这个共识 为了台湾的生存法典 如果对令议员来说 为了中华民国的生存法典 要继续为了 刚才看到那些老兵 我看得很急 特别是那些 退休的中官 这些人是完全没有民主受用 什么中华民国的国军 他就是共军 国军 都是中国军 这是我们的中官说的 再来 你要知道 我们的国军 是要保护台湾这个国家 我们的国军 绝对反对台独 什么叫反对台独 台湾的决定 台湾的共识 就是代表台湾人的决定 你国军就是要保护台湾的前途 你只要人民所作的决定 你没有自家人反对 哪有站在反对台湾的决定 台湾的决定 台湾的决定 你领我们的退休金 你住中国 你住中国 你住中国公园 你住台湾的民主发展 这就是这些退休的状况 所以我经常说 对这段时间来说 特别是马英九 这次他都中属 他在处于温暖 在听他的好位 但是他不记得 最大的中华的選票 就是存在搜索的人的相顾 所以康议员 这三个五时 都出现这两天的一种 部署 停马 大陆台湾马吴竞选后援会 好多我前几天还看到 还有一个杭州的后援会 我知道人民大会堂 好像台湾后援会也开进去了 里头有这个 好像国家 中华人民共产党的副主席好像在里面 江平坤也在里面 国台办 陈明廷通通在里面 这是怎样 这是在干嘛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